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秦军来了吓坏 第一年秦国夺走了魏国两座城市 第二年又拿走了两个 这安利王可更害怕 转过年来秦国又来了 安利王只好求助于韩国 但是没想到这韩国也被秦国给打败了 怎么办呢 秦国又来了 安利王只好求助于赵国 但是这赵国呀 还是不行 在这时候 安利王手下有一个大臣 叫段干子 就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说 代表 秦国里赐发兵 不就是想要咱们的地盘吗 不如这样 我们哪 搁一大块地 把他们先应付应付 这安利王一听 这点子倒不错 但是在这时候 来了一个叫苏代的人 苏代是谁呀 苏代就是苏秦的弟弟 大家都知道苏秦是有名的说客 苏秦拜下 而这苏代身为苏秦的弟弟呢 也是能说回到 这苏代直接向安利王觐见 说代王 秦国又来了 您怎么抵抗 安利王说 哎呀我们正在商量啊 我们打算把南阳城 割让给他 先应付应付 苏代王 错 错 代王 您现在这种行为 有如暴心救火 什么意思 就是说您拿着柴火 去救火 就好比现在火起来了 比火好大 您怎么灭火呢 您拿着柴火 往里边扔 救火 火只会越烧越旺 而这就好比现在的情形 秦国屡次发兵 他不是只想要您的一城一池啊 他只想把整个卫国给消灭了 而您现在一点一点的给他 就等于给他一款一款的柴火 您必须得聚集六国的势力 才能抵抵抗秦国 要不然 咱们魏国就要被秦国给消灭了 对安黎王一听 容我私之 他要考虑考虑 但是最后 安黎王 没有聚集六国的势力 还是想着应付一天 是一天 最后 秦国把魏国给消灭 但是这条成语 暴心救火 却由此流传下来 暴心救火这成语啊 就是比喻 用错误的方法来消除灾祸 反而使灾祸更加扩大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